Joe, 你看看, 是我們的兒子 我一定會用心抽到他 做我們媽家製作人 要走的還是留不住 人是總要活在當下 二姐嫂, 你眼前最重要 就是抽到乖孫子, 知道嗎? 知道了, 奶奶 乖, 很舒服 老婆 老公, 你看看 嬰兒肥嘟嘟的, 很有趣 對, 給我抱一下 不要, 你只會操手操腳 做到他怎麼辦 我怎麼會, 來 不行… 好 嬰兒, 怎麼回家比較好 有多少人疼愛 他是我們媽家唯一的男孫 當然疼愛了 你別當我不認識才行 小太來太小的時候 大哥也被我抱 我認識大哥去新加坡 看不到嬰兒 老公、奶奶, 兩個陪月來了 來了嗎? 二家嫂, 我特地請了華姐和梅姐 做嬰兒的陪月 他們很有經驗 而且可以日夜看著嬰兒 你可以放心工作和休息 不用擔心 謝謝奶奶 謝謝你們 奶奶, 舊子吃飯了 好…你看著嬰兒 怎麼了? 二叔, 等等 我想幫嬰兒拍一張美照 好 照大羅帝, 過去跟嬰兒拍照 拍完之後送給爸爸 對了 對了, 我們跟姐姐拍照好嗎? 先跟姐姐拍照 先跟姐姐拍照 來, 我們在前面 在, 在前面 準備 一、二、三 沒有什麼問題? 不是的, 你看清楚一點 怎麼連寶寶也少得這麼開心 但你們兩個又少得這麼勉強 如果嬰兒突然長大, 看回這張照片 我肯定會覺得 這兩個姐姐不喜歡她的 不是的, 嬰兒很可愛, 很可愛 就是我知道 但是你們兩個都笑得很勉強 是不是她媽媽的事? 對不起, 伯母Chloe 但是媽媽這樣對你 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你 這些不開心的事, 我忘了了 你… 真的不會生氣我和妹妹嗎? 你看看, 就來日落了 明天的太陽再升上來的時候 又是婚的一天 我們不應該把不開心的一路記住 我們應該要為未來而努力 而你們兩個和寶寶 這就是我們馬家的未來 我曾經承諾過要好好保護馬家 所以我會好好照顧你們三個 謝謝你, 伯母Chloe 不過不知道伯母Semi是否也是這麼想呢? 你放心吧, 伯母Semi她比我更加懂得把握現在 更珍惜眼前日 她個人這麼好 想身邊的所有人都這麼開心 她現在又忙著受寶寶 又要理公司的事 哪有時間在你們呢? 你這樣說, 我就安心了 對了, 我今天在這陪伯姐說 她的寶寶要拿出世子的女兒 不改名字了嗎? 沒有, 最近這麼忙 根本沒時間去想 對了,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的寶寶出世的話 你不改名字了嗎? 當初我和Thomas想了嬰兒英文名的Francis 而中文名就問過老爺 老爺說也不用按照馬家的下一半名改 所以我們自己拿著主意 把嬰兒的中文名改為… 健康郎 希望她出生之後健健康康 撇開我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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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老爺Sammy, 老爺Chloe 你們來得正確 我們在想幫嬰兒改甚麼名字 是嗎? 那你有甚麼好提議? 可以叫做一一 因為用… 一一? 將來她的佛衝不是很簡單嗎? 對, 是不是叫做一一好嗎? 是不是? 一一, 是不是? 老爺, 奶奶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有個想法 我想改嬰兒的名字叫天郎 馬天郎 天郎? 寓意是自比天高, 活潑開朗 這樣也很有意思 男孩子最重要是有志氣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的 我知道Chloe 原本想改她的嬰兒叫做健郎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嬰兒有個朗字 將來Chloe你再有嬰兒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叫做健郎呢? 如果是的話 她倆兄弟倆可以一條心, 無分給錢 有意思 二家嫂的提議多好 嬰兒就叫天郎 老爺, 你喜歡就好了 你喜歡嗎?天郎 Marco, 你真的很厲害 140億的融資你這麼快就能夠做 幸好 我覺得Mr.DeRossy的份人很值得順賴 我覺得我們馬士可以跟他長期合作 怎麼樣? 寶寶接了回去之後是不是忙了很多? 不是, 雖然請了兩個陪宇幫忙 但是有很多事我要親力親為 放心吧, 我沒問題, 越忙越精神 總之你有甚麼要幫忙, 儘管開口 意向書大致也沒問題 Marco, 你離開香港這段期間 有聽過大高大嫂的事嗎 有, Chelsea有跟我說 所以你說一個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瞞得一時, 瞞不到一輩子 希望馬家以後不要再有你害我 我害你的事出現就好了 Marco, 你沒事吧? 沒事 待會開會我有些人事調動的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先走了 老公, 為甚麼你們的行政禮會 會叫我出席 我只是剛剛收到通知 誰知道你的好姊妹有做甚麼小動作 Thomas, Chloe 你好 到了 好, 人齊了吧 在今天開始這個禮會之前 我想宣布一行人事調動 由於我要處理首席的日常工作 又要跟進新鐵路線 總站地皮的發展項目 再要處理行政部的工作 我也怕自己兼顧不來 所以經過我詳細考慮之後 我決定抽調公關部Chloe 去行政部升任處理總經理 接手大白原先的職務 為馬市出一分力, 我是很樂 但是行政部和公關部 兩個不同部份 我怕我處理不來 你不記得你是馬市慈善基金會主席嗎 整個基金會都處理到 怎麼會有問題呢? 如果將來真的有什麼不熟 我和佐佐這麼多位都會幫你的 對了, Chloe 你又聰明又聰明 就是行政部的東西全部設定好了 很容易追蹤的 再不然就是這樣 我叫貴行政部幫你忙 Mau Monty 這也是一個好提議 禮叔對每個部份都很熟悉 一定可以幫忙 Thomas, 你怎麼看?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謝謝你 謝謝 多謝 聊天